送别生此起彼落 镜头前却看不见悼虐人潮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遗体 今天早上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不少民众一大早就到公墓周边聚集 但却有维持秩序的警察 要聚集民众走起来不要停留 大门口也有警卫助手 周边道路同样实施封锁 严格管控 就怕群众聚集引发大动乱 北京当局对李克强后事低调再低调 不止官方只字未提追悼会 也没有遗体告别仪式 不过社群平台上则是流出多张 一次李克强釜底社林的照片 包括李克强遗孀佩戴白花 坐在沙发上和前来倒夜的人交谈 副文也跟着曝光 里面也写着2号上午10点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 向李克强遗体告别并且进行火化 尽管北京天安门广场香港特别行政区 已降半期致哀 但却有中国网友私下传出消息 指出多处地方政府与学校下令 今天在社区与学校内不得降半期 甚至部分官媒贴文还不得显示留言 大碗两面手法